我们每个人每天都有同样的24小时 但有些人能在财富上取得巨大的成功 而有些人却过着平平无奇的生活 很有趣事吧 现在除去那些含着金鸟是出生的人 和中国彩票的人 我们不得不承认 还有很多白手起家的人 在同样24小时的时间里 积累了巨无的财富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看 富人是如何利用他们的时间 工作的更少去创造更多的财富的 在开始前还是提醒一下 我会在这个频道和大家分享 如何提前十年实现财富自由 更多财商教育和个人成长的内容 我真心的祝福 为这个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 能够早日实现财富自由 我们说到少工作的时候 并不是说他们没有努力工作来积累财富 相反他们非常努力 尤其是在他们创造现有生活的旅程起点 我们的意思是说 他们如何用比别人更少的时间 来达到更大的效果 跟其他99%的人们相比 他们是怎么利用他们的24小时的 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流逝 积累财富的 所以最后他们获得了财务自由 拥有了想不工作就不工作的能力 第一件事 也是在开始你财富之语时 就会变得越来越重要的事 就是理解绝对收入 和相对收入之间的区别 绝对收入只关注赚到的钱的绝对数量 而相对收入关注的是地点 时间 流动性 甚至个人的生活方式 举个例子 假设张三一年赚10万元 李四一年赚8万元 从绝对收入上看 张三比李四更富有 因为绝对收入只关注赚到金钱的数量 让我们再深入了解一下 如果张三每周工作80个小时 才能挣到10万元 而李四每周工作只需30个小时 就能赚到8万元了 这意味着张三每小时赚26元 而李四每小时赚55元 从单位时间内赚取的金钱上来说 李四是更富有的那一个 再进一步说 张三不得不困在上海 这个生活成本相当高的城市 就因为他的工作是在上海 另一方面 李四可以住在任何他想住的地方 张三由于住在上海 每月的生活成本高达6000人 而李四住在泰国的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 每月只花费2500元 这意味着李四的月底结余比张三要多 这么看 尽管张三挣的钱比李四多 但他最终得到的钱 时间和自由都比李四少 所以说不仅要利用你的时间 还要利用你的技能来增加你的时间价值 这会给你一个更好的积累财富的机会 因为这可以让你拥有更多的时间 自由和金钱 做到这一点的最佳方法是 集中精力提升自己具有市场价值的能力 不管是学习营销 IT还是网上直播带货 亦或是自动化系统管理 文案策划 培养这些高收入的技能 这样你就可以得到比普通工作更高的收入 你就能用更少的时间 赚到更多的钱 要知道 时间和地点的自由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之所以培养高收入的技能 如此重要是因为 它可以让你有更多时间上的自由 让你可以专心扩展业务 或者建立别的收入来源 如果你可以摆脱早久晚五的工作 那你就可以有更多的思考和实践的时间 在别人备矿在工作日的框架里的同时 你却可以进行更多的探索和发现 这就是先人一步的优势 如果你的工作 让你有了地点上的自由选择权 你就可以再花更少钱的基础上 仍然能保持高品质的生活方式 要知道国际化大城市的市中心 和环境优美的小城 在生活成本 生活节奏和生活质量上都相差甚远 如果你做的是地点自由的网络上工作 像是直播主这种 那你就可以选择在风景优美的小城居住 也可以选择全世界去自由的探索 那是多么美好的事 那么如果可以自由选择的话 你想要学习哪方面的技能呢 是基于兴趣还是市场需求呢 在评论中 和我们分享你的考虑因素和思考过程吧 几乎所有的富人都遵循了一个小秘诀是 要想让时间的效果最大化 那就不要把时间专注于任务上 而是专注于可扩展性上 换句话说 他们会避免自己成为业务上的瓶颈 假设你有一个小店 买人残料 买食物 买东西全都需要你做 你的小买卖的很成功 每次都会很火爆的卖光 有时候都会供给应求 如果所有的事情都需要你自己来做 那么你就是你生意的瓶颈 除非你花时间去做 否则什么事都完成不了 但是如果你雇人来做这所有的事情呢 你有专人负责做饭 有人负责接待顾客 并且还预定了公益食材等服务 如果你食材用完了 自然就会有人给你送来 突然之间你的商业链条里就不再需要你了 你就不再是这个生意的瓶颈了 这样只要这个小店还在盈利 你想开几家就开几家 由于你关注的是可扩展性 而不仅仅是任务 那么你在这个过程中 就可以产生更大的影响 服务更多的人赚更多的钱 想想麦当劳和那些同类型的店面 这些公司有非常完善的系统 可以雇佣员工来完成所有的任务 而高层管理人员 只要专注于向市营销或者推广 这样的高价值工作就可以了 这就是为什么那些CEO和公司老板们 即使工作市场比普通员工短很多 但还是能够比普通员工赚更多钱的原因 在某种程度上 他们把自己从低价值的位置上解脱出来 专注于高价值的工作 一个专注于高价值工作的好方法就是 使用巴尔法则 也就是说 你代办清单的20%事项 产生了80%的结果 如果你不知道自己应该专注于什么任务 这个策略会非常有效 积累巨额财富的第二部分 是了解普通人与富人之间的财务模式的差点 了解什么是资产和负债 会让你对你的钱做出更好的抉择 如果你不熟悉这些术语 那么资产就是把钱放进你口袋里的东西 负债是把钱从你口袋里掏出来的东西 比如说张三像我们所有人一样 他有收入也有支出 月底还能有点结余 所以他每周末都出去吃饭 看电影 还给自己换了来更好的车 这辆车就是负债 因为他每月都耗费他银行账户里的一部分资金 所以现在到了月底 张三就没什么结余了 另一方面里 似合张三挣的钱一样多 但是他没有把多余的钱 花在出去吃饭和买更好的车上 而是他存钱买房 这样他就可以把房子租给别人 现在这个资产 每个月给李斯带来了更多的收入 李斯现在有了更高的收入 就用额外的储蓄投资更多的资产 这继续增加了他的收入 几年后张三还是老样子 只是增加了一些固炫的玩具 但是李斯却创造了多种收入管道 钱包越来越过 乌伦巴菲特曾经说过 如果你对未来没有计划 那你就是在计划的失败 中国也有一句普话 叫做人无远率 必有尽忧 你追求的是长久的财务自由 未来的自由选择权 还是现在及时的享用 得过且过 每天浑浑漏漏的活呢 你对未来的展望和计划 决定了你在未来社会节节高升 一步步走进人生的快吃到 还是会像拉摩的驴子那样 被眼前的舒适遮住了双眼 麻木而机械地走着人生的一个的循环 让你的老板尽早过上梦寐以求的生活 这就是普通人和富人之间的差距 普通人就算有很不错的收入 也不会像富人那样 运用他们的金钱和额外的时间 去积累更多资产 从而产生独立的额外现金流 换句话说 这些资产产生了被动收入 正如沃兰巴菲特曾经说过的 如果你没有学会在睡觉的时候赚钱 就会一直工作到死 因此我们必须要关注相对收入 随着时间的负利 提升金钱的价值 争取用更少的工作时间 赚到更多的钱 然后我们要致力于 不成为自己业务的瓶颈 这样就算在没有我们的情况下 它也能够照常运作 然后我们把这些钱和额外的时间 投资于可以持续产生现金流荡 不需要你的任何后续投入的资产当中